宜蘭縣長林茲廟和他的女兒林逸玲 涉及貪污 遭檢方起訴 貪污 特殊洗錢 未遭文書 財產來源不明等四項重罪 並要求法官從中量刑 根據調查 林茲廟透過借償款項方式 自羅東鎮長到宜蘭縣長任內 利用人頭帳戶收受不明來源金額 高達七千八百四十四萬九千元 如今洗錢手法曝光 他會先開支票給人頭帳戶 再將來源不明的巨額現金 交給助理張桂林 張桂林將現金存入林茲廟 在羅東鎮農會及東山鄉農會的支票帳戶 兌現後 張桂林再將錢 從人頭帳戶中領出 交還給林茲廟 並依照進出金額支付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帳戶租金 除此之外 林茲廟一百零七年 競選縣長時 向地主借地蓋的競選總部 為了延續給韓國瑜競選總統使用 涉嫌教唆公職人員 偽造文書 將地主不當使用的農地 解除列管 並免徵土地增值稅 過程中並非公務人員的女兒林逸玲 也參與其中 林茲廟是2022年九合一選舉 因為貪污遭到起訴的第一個案例 對於藍營整體選情的後座力 有待觀察 華視新聞張正 陳志學 張正惠 宜蘭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祝文靠 報導 榮蘭 師